舞狮是香港最为常见的传统表演之一 装扮一新的狮头忽高忽低,扎眼摇晃 鼓声皱蜜,狮头顺着直立的长杆向上攀爬直至顶端 铺腾跳跃,引得路人一片叫好 夏德健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龙狮团 夏氏龙狮团的经营者 四岁开始接触舞狮,十三岁开始教功夫 如今年过六旬,学子数以万计 每次说起舞狮,夏师傅都眼前一亮 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香港的舞狮是由内地传来的 他们的舞法就是以传统的舞法 例如采桥头青、盆青 那个寓意就是做生意的人盆满拌满 或者一处擒天采高青,琴上之足 他们是寓意做官的人步步高升 这样的意思 到70年代,就有外地的商人来香港 于是有些大型的商场就找我们去表演 就有这些狮子来做演出 一开始传入香港时,香港舞狮以男狮为主 男狮威猛,舞动时注重步伐和形态 以灵活舞步和强劲手法配合动作 体现狮子喜、怒、惊、疑、乐、醉、睡、醒的八种形态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经济持续腾飞 民众的娱乐方式日益增多 此时,人们对传统男狮表演的关注度开始下降 蓝丝是长尾,如果一只狮子的尾四米长 不论你的狮子跳得有多好功力 但出来的效果就像现在的蜜长狗 看出来不够漂亮 八十年代,因为有电视看 个个都挂着看电视,就不喜欢看舞狮 然后我爸爸想了一晚 他将尾尾剪了之后,创藍丝北舞 男狮北舞由夏德建的父亲夏国璋 于八十年代创立 四米的长尾变成三米后 狮子愈发灵活 开始跳上梅花装和常柱 有了更多的表演形式 夏国璋的这一剪 把原本不受欢迎的香港舞狮救了回来 男狮北舞也由此成为香港舞狮的特色 一直延续至今 梅花装在舞狮人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 在夏市龙狮团里 常驻表演者有五六十人 能上梅花装的不超过二十个 年仅十六岁的黄俊轩 便是这二十分之一 五年前,黄俊轩加入龙狮团 通过夜以继日的训练 在一年之后便成为全团里年龄最小的登上梅花装表演的人 如今,他已是团里的老将 与搭档陈子豪配合默契,动作娴熟 回想起四年前第一次上庄的情景 两人都笑颜 很怕 记得第一次跟师傅相中了 又特别害怕 但是师傅在后面就特别的稳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 太怕会掉下来 好害怕 你在矮点梅花装上面飞都是害怕 因为你没试过 你飞一个远的距离 你真的要克服它 不停练不停练 装都是要 你走熟了就不会害怕 夏德健称 目前龙师团最缺少的就是如他们一样 有狠心又毅力的学生 我们武师里面 现在缺乏的是什么呢 缺乏一些很有恒心毅力的学生 因为其实这一行业都是艰苦的 你没有足够的体能 你根本跳完三天 我不能走 那只脚都痛到老师傅说了 就是拳打千遍 身发自然 那他在个妆那里跳得多 就会跳约就会灵活了 几十年来 从龙师团的表演者 到龙师团的经营者 夏德健每一年的春节 都和狮子度过 为了更好的将武士文化进行推广 夏德健经常走进学校 教孩子们武士表演 更带队到世界各地参加演出 力求将中国的武士文化推向全球 又是一年春衣室 香港的街头巷尾锣鼓悬天 到处可见亦有夏国章龙师团标志的棋子 在位于油麻地一处不起眼的建筑里 夏德健正在跟弟子们讲述着武士的精髓 一代师王的匾额高高悬挂 从父亲夏国章 到夏德健 再到儿子夏静文 这块招牌 毕竟八十余年 仍经久不息 伴随着香港的龙师文化和精神 代代传承 这块招牌